今天我們要來開箱 白金龍 圓九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鹵蛋拼酒》 我是鹵蛋 哈囉小佩 今天我們不開箱威士忌 我們要來開箱高粱酒 小佩好像比較少喝高粱酒對不對 我什麼都少喝啊 也是啦 其實我們小佩好像對於高粱酒的味道比較不能接受一點點 因為他比較不喜歡那個曲的味道 不過呢為了我們廣大的觀眾們敲碗 大家一直敲碗要喝高粱酒 所以我們也來拍一下高粱酒 那你這塊不太大怪了點啊 不不不我們要買大瓶一點 因為我們後面有很多不一樣的 金門高粱酒要來做比較 那為了要有一個基準 所以我們就用這一支當基準 我們現年的白金龍當基準 因為他買來之後沒有在瓶中成年 所以是我們酒廠出來的最標準的味道 那我們來試試看跟其他的產品有沒有一樣 或者是譬如說其他的紀念酒 有的人譬如說 金門高粱酒的一些特殊瓶子的紀念酒 裡面裝的其實都白金龍 味道其實跟這個是一樣的 只是他在賣包裝賣瓶子 是不是真的 也沒人知道 因為開的人喝了怎樣也沒跟你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之後可能會來開始陸續獲解 到底不一樣 那今天呢就從我們的第一支 也是我們最近剛出的 金門白金龍的圓酒 他是為了紀念我們金門高粱的這個 白金龍出產60週年 對 去年有拍過另外一支 是紀念他58週年的 在那邊 哦 你拍不是我拍 對那時候我們有拍過一支 就是紀念58週年的 那過了一年多 現在他出了一支紀念60週年的 就是這支白色瓶子的圓酒 比較特別的是呢 過去像這種有特殊顏色的瓶子 金門酒廠大部分是使用包膜 對啊 可是這支不是 這支是圓烤漆 它是噴上去的感覺 對它是烤漆上去的 非常的漂亮 其實非常的好看 很有質感 其實我們高粱酒 你要知道我們不是用酵母 我們是使用麒菌 就是我們所謂的白麒 或者是麒餅 那高粱酒也是 我們金門高粱酒 其實有換過好幾代的麒餅 那據說這個 我們的圓酒是使用第一代的麒餅下去製作的 所以它想要還原我們最初代的高粱酒那種風味 那至於有沒有成功還原 還是說喝起來就跟現在的白麒餅一樣 我們就來試試看 好啦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來開箱 你開這支 我開這支 結束了 啊你還沒好 你很好 欸它可以找亮喔 蓋子一樣啊 蓋子很亮啊 一樣啊 呵呵呵 對啊它是 烤漆的 你看 它這邊還是玻璃的頭 好我們倒倒看 幹嘛啦 新包裝 新包裝 不要這樣玩它 好那我們 就先從我們現年的白金龍先開始喝 這個 對我們先複習一下經典的金門高粱的味道 都不好聞 都不好 我覺得它比較耶 因為你直接聞 這罐 取味好重喔 取味好重嗎 一個 很嗆的味道 這支的泡泡椒味道比較明顯 然後這支的那個 骨類的味道比較明顯 它有一點那種無骨飯的那種味道 對 超米飯 對超米飯無骨飯那種味道 這個有點 那個不是取味 那個是泡泡椒的味道 加一點醋的味道 對有一點醋味 聞一聞這支比較柔和一點 柔和一點 對 是嗎 有 可是我覺得這支聞起來比較酸一點點 好像在喝醋的感覺 對它聞起來比較有一點醋味 先喝這一支 好我們先喝白金龍 其實入口的時候有點辣 原來高粱是這個味道 你沒喝過高粱嗎 有吧 很少 已經忘記高粱的味道了 剛入口還好 要吞下去的時候 它就開始從你的 蛇根那邊開始刺激 可是沒有很辣 對 是有喝比較少嗎 應該不是 我覺得這一支喝起來 也比我印象中不辣 因為我印象中高粱是 尤其是新酒是很辣口 可是這一支 感覺喝起來沒有我印象中那麼辣 對啊 反而是它在吞下去的時候 在你喉嚨跟蛇根的地方 會比較刺激 然後下去的時候現在你會覺得胸口 肚子熱熱的 就是很標準的金門高粱的味道 可是不會之後很嗆 對 味道嗆 可是你吞下去之後 它從你喉嚨的深部 然後一直到你胃這邊 會一直扭下去 對 其實這也是高粱酒 非常適合在冬天的時候喝 原因 因為冬天冷冷的 然後我們喝了一下 我們的高粱酒 你會覺得好像全身會暖和起來 那種感覺 這不像58度耶 其實真的說真的 這次喝起來感覺 比我印象當中的 58金門高粱要來得 順 對 印象中它應該比較辣一點點 可是這次喝起來意外的順 然後其實聞起來跟喝起來 會有還蠻明顯的那種 穀物啊 那種 米飯 像你剛剛講的 超米飯的那種味道 一點點的玉米 玉米梗喔 玉米梗 乾掉的那種玉米梗 有點像是我們鄉下的時候 有時候會把那個 玉米曬乾有沒有 聞起來那個味道 留種子那一種 而且它喝起來 不太甜 沒什麼甜感 果香也還好 我覺得這次也沒什麼果香 稍微的果香 對淡淡的果香 然後主要是那種 五穀的那種味道 米飯啊 然後穀物啊 然後跟它講 曬乾的玉米那種味道 然後再加著 還蠻明顯的麴味 喝點青草的味道 尾部 尾部在蛇根地方有點青草味道 然後我覺得它的麴味算還蠻明顯的 其實在虎氣的時候 你會聞到還蠻明顯的麴味 喝完之後 舌根會有點苦苦的 嗯 剛第一口有點回甘 第二口就開始苦了 對 以往我對金門五八高粱 白金龍的印象當中是 它還蠻凌烈的 就是很強壯 然後喝下去 會讓你必須要忍耐一下它的刺激感 可是今天喝這支我覺得 還好 對 還好 跟我印象中的高粱酒不太一樣 是不是天氣比較冷色冰冰的嗎 也是有可能 因為我們知道喝酒的環境 會影響到我們喝酒的感受 那其實我們拍攝的當天 溫度是比較低一點點的 對 那好 我們現在喝喝看第二支吧 好 我們來試試看這支圓酒 嗯 它聞起來其實比較甜一點點 然後帶有一點糖膩的那種甜感 可是味道我不喜歡 所以相較之下 你對這支粉來比較怎麼接受 這支味道比較不好聞 怎樣的不好聞法 泡泡椒吧 對 它的泡泡椒味道其實是比較明顯 就感覺很化學 很像我們在吹那個太空氣球時候 會聞到的那個味道 很化學的味道 它比較辣 它比較辣 嗯 嗯 確實我覺得它 感覺 喝起來的那個刮舌感比較重一點點 然後 酒體也比我們的白金龍 現年的白金龍更 強壯一些些 那個泡泡椒味道很重 其實那個泡泡椒味道一入口就 很明顯的泡泡椒味道 現在整個嘴巴它都是那個味道 它比那一支還苦 我現在舌頭跟喪惡是苦苦的 嗯 兩支相較之下的話 這支比這支還要更有個性一點點 當然有個性的東西是這樣子嘛 喜歡的人很喜歡 不喜歡的人很不喜歡 要喝水 要喝水 這支我反而喝的時候第二口 這支我不喜歡 它那泡泡椒味道有點嗆 它下去的時候整個嘴巴都是那個味道 對 它下去的時候 其實泡泡椒味道很重 那如果你是像跟小沛一樣 嗯 沒有那麼習慣喝高粱酒的話 可能 一開始會被它嚇到 那我個人的話我是覺得 它的酒體是比較油潤一點 油脂度它是比這支還要高一些 對 有 有感覺 可是它的刺激性感覺也比它高一些 就是那個泡泡椒啊還有那個刺激你黏膜的那種感覺 可是它泡泡椒有加一點甜甜的果香 對 它有一點甜甜的味道在裡面 可是就很像變甜甜的泡泡椒 嗯哼 但是講麴味的話喝下去的感覺 這支的麴味反而沒有這支重 但是它泡泡椒味道比它明顯很多 然後在尾韻的地方其實它還帶有一點點的果感 對 帶有一點點的果香 然後苦味也沒有這支那麼明顯 沒有嗎 我覺得比較苦一點 它那個是有點刺激過後的麻麻的感覺 我覺得那不是苦味 那跟苦味不太一樣 我知道網路上有些人會覺得說 原酒比現年的白金龍好喝 他們認為說原酒喝起來比較有果香 然後喝起來比較油潤 那也比較順口 是不是喝冰的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喝冰的 可是照我們今天常溫這樣喝下來 我反而覺得這支會比較討初學者的喜歡 那可是如果你是喝高粱喝了好一陣子的一些高粱酒 白酒的老饕們 可能你對於這個味道已經習慣了之後 你想要追求一些不同的刺激感 那應該會比較喜歡這種 因為它的個性調性什麼都又更明顯一點點 而且不太一樣 對 而且我相信金門高粱酒到現在來 其實已經60年了 它會依照不同的市場需求去做改變它的味道 那過去的那些風味 可能放在現金的市場上 也不一定是完全會受到大家喜歡的 因為畢竟口味這個東西 一個品牌要生存下去 它可能會隨著市場調整它的風味 所以也才會用到不同帶的麒菌 那今天我覺得作為一支紀念酒 它使用的他們說 他們使用的初代的麒菌下去製作 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在最早期的那個金門高粱酒的新酒的味道 可能就是這種味道 可是放租現在可能 也不是每一個消費者都能夠接受 對 但是它的定位其實是一支紀念酒 也就是說它其實並不是一個非常常態的產品 它只是說紀念60週年這個時候 用一個最具代表性的味道 最有紀念意義的味道 來紀念這支酒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適合的 那我覺得它可以出第一代曲 第二代曲 對我相信如果假設說 因為我們不知道它現在到第幾代 那假設它有三代好了 那它可能之後可以出第一代第二代變現在的 那我覺得也會蠻有趣的 又或者是說你想要嘗試看看用不同曲做出來的金門高粱酒 味道會有什麼樣子的差異 你可以像魯蛋今天這樣子買兩支 我們就各買一箱 一箱我們就十二瓶了 我們就各買一箱 每年給它各開一支起來喝 哦 每一年的變化 對 看看它第一代的麒菌跟現在的麒菌 它每一年的變化是怎樣 那一箱的話你就可以比較十二年了 其實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探討那個風味上面的變化 跟早期跟現在曲靜風味上面的差異 可是我覺得 你剛才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這樣子 比較有收集的意義 哦對那是收集上的意義 可是我說的是在風味的轉變上面的表現 因為這支圓酒的話它現在也是新酒 我老實講 那你很難保證它三年之後變什麼味道 所以三年之後它的梅子味就變得很明顯 那葡萄味就變得很明顯 好耶 對金門高粱酒有一些酒是會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味道 像是梅子的味道 葡萄的味道 然後橫金也有出現過人生的味道 哈哈 對這裡是金門高粱酒 最受大家喜歡跟好玩的地方 白酒好玩的地方就是這樣子 你現在喝可能是這個味道 可是你可能放了幾年之後它味道會進行轉變 對你像我家不是有那個開瓶過的那個老酒 聞起來其實就有很明顯那種梅子的味道 所以我才說如果有錢的話我們其實可以各買一箱 然後每年開一瓶起來做比較 這樣子才可以去比較 誒說不定明年這支變葡萄這支變梅子 對不對 或者是哪一年它就變人生的味道 人生味道的金門高粱酒現在是非常貴的 所以那年如果變人生要快點賣一賣的意思嗎 你可能一瓶可以換新的一箱這樣子 好反正就是我們今天開箱金門高粱酒的 新酒跟我們的原酒 就是我們金門高粱六十週年的這一支 論包裝來看的話其實非常的漂亮 對包裝很漂亮 對那先不論你接不接受它的味道 可是至少我們喝起來我們可以知道 兩支是不一樣的酒 對兩支真的不一樣 它的個性跟這支的個性是截然不同的 個性也非常的鮮明 跟它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並不會說像市面上所懷疑的 是不是金門高粱只是換個包裝啊 然後 貼個錢 對貼錢用的 不是齁我覺得 先不論你喜不喜歡 至少人家誠意有做出來 差異性有做出來 我覺得這個就非常重要 而且畢竟它是一支紀念型的酒 對那主要是讓我們去回味以前高粱的味道 如果說你不喜歡那個味道我們就喝 現年的就好啦 對啊 也比較省嘛 哈哈 好那上次我們今天開箱這支齁 金門高粱 60週年的白金龍上司紀念酒 我們圓酒 那今天是沒有接業配的 原本想說要踢爆一下 結果沒想到 好啦它 雖然表現不一定是每個人會喜歡的 可是至少它差異性有做出來 我就覺得給過了 對 好那今天你們最後一篇喜歡這支影片 就幫我們點贊鈴 分享喜歡跟落花 你到我朋友觀看 小鈴鐺 訂閱我們並且打開小鈴鐺 留言不訂閱詞 找IG粉絲跟什麼都在 順便請大家 開車不開車 未成年俊夫千萬別忘記我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按燈